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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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般若讲座》 《般若讲座》 《般若讲座》 我们的世界 成为这些 这是它 是 我们的世界 最终的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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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物质的意思并不是哲学上的这种物质的定义 哲学上的物质就像这个桌子 桌子 砖头 钢筋 水泥这样子的东西叫做物质 然后我们今生上的今生它就不在这个物质的分手 但是在佛经里面物质是什么叫做物质呢 除了我们平常或者是哲学上的这个物质以外 还有我们的今生也叫做物质 在佛教里面这个也叫做物质这个定义的范围的范围不一样 佛教里面的这个物质的定义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凡是物质也好 这个精神也好 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给另外一个东西起到作用的 好的作用 不好的 正面的 负面的 这种东西无论是物质也好 无论是精神也好 这佛经里面都叫做物质 废物质 废物质是什么呢 给任何东西都不能起 永远都没有办法起到任何的作用 但是我们的观念当中就是存在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比如说虚空 虚空空间 虚空我们大家都认为 天第一 然后就有一个天 天空的存在 这是我们的概念当中 但是实际上什么是天空呢 什么是虚空呢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 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这一类的都叫做 在佛经里面这类都叫做废物质 这个叫做废物质 因为这个天空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 所以它不能给任何东西产生好的影响 不好的 正面的 负面的 它永远都不会产生这种影响 所以这叫做非物质 那么这个舍就是物质 然后我们今天不讲其他的物质 我们就讲物质当中的我们自己的自我 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我们是一个生命的隔体 那我们也在这个物质的范围当中 我们不是一块砖头 我们不是杠镜 不是水泥 但是我们是物质 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精神和物质的一个综合体 所以我们也是物质的范围当中 那么我们现在要去观察一下 那我到底我自己是什么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实际上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所有的比如说科学 哲学 或者是世俗的这些文化当中 各有各的长处 也有非常好的这些见解 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自我 这个自我的人知上面 就是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哲学家 他也去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宇宙是什么 世界的本质是什么 两千多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 但是没有说我自己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这个佛经里面 他认为 释迦牟尼佛认为 我们的这些很多的痛苦 有些时候 我们对外在的一些东西的误解 或者是我们对外面的一些东西的 错误的理解导致的 有些东西 但是绝大多数的痛苦 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是 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 不认识自己 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 错误的观念 产生的 导致的 这样子 执着 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执着 我们可以这么说 所有的 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 所面临的 所有的这些 这些 这些痛苦都来自于执着 可以这么说 都来自于执着 那我们 除了我们精神上的以外 肉体上的 这个是不是来自于执着呢 我们可能很多人想 我们在我们的精神上的这些痛苦呢 就是来自于执着 我们很多人想 这个可以说得过去 但是 肉体的这个 痛苦呀 这个我们 跟我们的执着是没有关系的 不执着的话 他也会有的 很多人会这样想 但是这是错误的 不会的 如果我们不执着 我们不执着这个肉体的话 那么肉体上的这个痛苦 就不会影响到精神 这个有一个很 这个一个很丁心的 就像 一滴菩萨 证悟了一滴菩萨的这个境界 的时候呢 一滴菩萨 因为他证悟的这个范围 证悟空心的 这个神度 还有他的光度 都已经超越了这个 小乘佛教的这个空心 所以 一滴菩萨 一滴菩萨 他不但是没有精神上的痛苦 肉体上的痛苦 他也没有 然后阿罗汉 小乘佛教的阿罗汉 他没有精神上的痛苦 他因为他证悟了无我 所以他对我 没有对我的执着 所以他没有这种精神上的痛苦 精神上的痛苦 比如说今天有一位阿罗汉 他面临了各种各样的 不公平的待遇 那他心里不会有任何的动摇 他不会有这个痛苦 精神上是没有痛苦的 但是他的肉体 是有痛苦的 阿罗汉的肉体是有痛苦的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证悟的这个经节 的神独 他的光独 各方面都哺乳 大乘佛教 所以他的这个 证悟的这个力度 没有那么强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 消除这个肉体上的这个痛苦 那么阿罗汉跟菩萨的 异地异地菩萨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那就是因为他们的 阿罗汉呢 他虽然对我不执着 但是呢 对肉体啊 对外在的东西 他还是会执着的 执着 所以他还有痛苦 菩萨 异地的菩萨呢 不但是对 不但是对自己的 这个 对我 对自我 没有这个执着 而且 对整个宇宙 对整个万事万物 都没有执着 所以 他的这个肉体上 也是没有痛苦的 所以 但是这个是有 很强的 这个 很强壮的 这个智慧 也就是说 很险的智慧 才能够达到 这个 达到这个 经济 我们当下呢 当下我们能够 感觉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 因为我们的 修行的力度不够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不执着 还不能消除 肉体上的痛苦 我们的 但是我们的不执着 完全可以消除 今生上的痛苦 这是肯定的 我们的所有 所有的这个 这个 痛苦 都是 来自于 执着 据一个非常 简单的例子 在我们的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 遇到的一些 一个 例子 比如说我们 对一个人 或者是对 某一件东西 比如说 车子 房子 这样子的东西 非常的执着 或者是 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在乎 非常的在乎 一辆车 非常的在乎 一个人 非常的在乎 一栋 别墅 这样子的时候 如果他 非常执着 非常在乎的时候 失去这个东西 失去这个人 失去这个车 失去 这栋 别墅的话 那他对他的 这个带来的 这个痛苦 是非常非常大的 很大的痛苦 然后呢 过了两年 三年 五年以后 然后他 如果失去这个人 失去这辆车 这栋 别墅 也许对他 没有任何的 这个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 再过几年以后 他有可能 他有可能 他的轮行当中 发生了变化 有可能 他对这个人 不执着了 两三年以后 他对这个人 也许 根本没有 今天对他 执着的 百分之一 或者是 百分之五 都没有 那这样子的 情况下 这个失去了 今天失去这个人 跟三年以后 失去了这个人 实际上是一样的 就是失去了 就这个人 或者是扯 或者是另外一个东西 现在社区和 未来的 社区 实际上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完全是一样的 本质上来讲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就失去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呢 这个社区的 对这个人的 这个痛苦 是完全是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非常 执着这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拥有 这个东西 才这么几个月 这么一年两年 所以我非常的 在乎这东西 这个时候呢 这东西失去了 那我对 对我的这个 大击 创伤是非常非常 不可思议的 有些人 还过不了这个关 根本就熬不过去 就走极端的路 这样子的可能 或者是 抑郁针 这样子的可能 都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太过度的 去执着这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无常 无情的这个变化 让我强制性的 离开这个东西了 或者是强制性的 离开这个人 但是我的意识呢 根本就不放这东西 死活就不放这东西 抓住 这样在这种 强制性的 这个离开 社区 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的心 放不下这东西 但是因为客观的因素 不让我拥有这东西 这两个矛盾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痛苦 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我痛苦的秘密 所有的痛苦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 意识的这种 我们的要求跟客观的东西 两个不符合 或者是矛盾的情况下 产生的 如果这个现实 我接受了 或者是这个现实 跟着我的要求走 或者是我的这种 观念 就跟这个现实走 或者是我接受它 这样子的话 这些痛苦是没有理由的 它不会产生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 首先让我们 告诉我们轮回是痛苦的 让我们有危机感 让我们有危机意识 让我们做好思想准备 然后让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训练 处理心 菩提心 证悟空心 实际上这都是一种心灵的训练 让我们做好这些训练 有一天这些东西摄取了 那就是对我们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影响 那这个时候 有些人会误解的 那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教育呢 是不是把一个人 就变成一个非常 没有通情型的 就是像一个人 就是变成一个木头一样 离开什么人 摄取了什么人 都无所谓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影响 是不是把我们训练成这样子呢 当然不是了 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 菩提心是怎么样培养的 我们这个小癌 范围很小的这个小癌 放弃了 以大癌来代替 大癌是什么呢 对天下所有终生的这种癌 叫做大癌 小癌是什么呢 对我们的一个小范围当中的癌 是小癌 然后大癌才是真正的癌 就是五条件的癌 五知识的癌 然后小癌呢 全部都是有 全部都是建立在 自私的基础上 自私的基础上 比如说 他在乎 他非常在乎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摄取的时候 他很痛苦 他为什么痛苦呢 就是建立在 自私自利的基础上 因为这个人离开我了以后 我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呀 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很痛苦 如果这个人离开我了 我过的 我的日子 将来的日子过得更好的话 我非常有信心的话 会痛苦吗 很多人都不会痛苦的 所以小癌 实际上根本不是癌 小癌是自私自利 大癌才是真正的癌 所以释迦牟尼佛 让我们用大癌 来替换小癌 小癌往往是 会伤害别人的 会伤害自己的 表面上的癌 实际上不是癌 所以让我们把这个小癌 放弃 小癌可以放弃 然后大癌 不会伤害我 不会伤害别人 如果有什么利益的 冲突的时候 我愿意牺牲 我也愿意付出 那小癌会愿意吗 不会愿意的 不愿意的 就是小癌 就是在两个夫妻之间也好 兄弟姐妹之间也好 一个很小的事情 就是钱 车 房子 或者一个更小的 就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斤斤计较 然后产生这么多的 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小癌 实际上不是癌 但是因为我们 这个佛教里面讲的 癌也好 痛苦也好 任何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非常 深层次的去思考这些问题 然后对癌 不癌 幸福 痛苦 下这样子的定义 然后我们的这种定义 对痛苦的定义 对心腹的定义 都是非常的表面化 非常的表面化 我们根本就没有 去深入地去考虑 所以 佛陀的这个观念 佛陀的心腹的定义 和痛苦的定义 和我们普通人的心腹 和痛苦的定义 有些时候会发生一些冲突 发生冲突 那这个时候 我刚刚讲的 就是实际上 这个空心 是一个 所有物质的 深层次的角度 去对这个物质下的定义 这个完全是一个正确的 但是我们站在 我们的立场上去思考 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 佛教的 空是不对的 佛教说人生痛苦 这是消极的 落后的 悲观的 我们会去 在佛教上面 我们会去贴一些 这样子的标签 实际上我们自己 没有深入地去考虑 深入地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的立场 或者是我们的 站的角度 的层次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 所以 有些时候会有矛盾 但是这个很正常的 这个时候 有矛盾 我们觉得有矛盾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冷静 冷静一下 我慢慢地去学 如果我想否定的话 那我也要找一个 非常有说服力的东西 去否定 这个不能说 因为我不认同 我不相信 所以你这是不对的 我不能这样子说 我找到一个更好 更有说服力的东西 去否定它 这是对的 这逻辑上是说的过去的 这是如果我想否定的话 也这样子 如果我不想否定的话 我想肯定 佛教说的 但是目前我没有办法接受的话 那我现在什么也不说 我不说 但是我慢慢地去学 慢慢地去消化 这样子我们不会造业的 这样子是非常好的 那这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痛苦呀 这些都是佛讲的 一开始的时候 佛说人生痛苦 我们就不能理解了 怎么痛苦呢 我们也有很多心腹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佛这个不会否定的 释迦牟尼佛说 六道轮回当中 人 田 人和田 是我们的前世的福宝 并不是我们前世 煞刀阴亡 今天就有机会做人 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们前生是 煞刀阴亡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不再做人了 我们肯定做地狱 动物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做人是什么 就是因为 是我们国取信闪的国报 那么闪的国报是什么呢 闪的国报应该是心腹 不应该是痛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释迦牟尼佛 他没有否定 现实生活当中的心腹 我们就是我们 甘观能够感觉到的 这些缩为的心腹 为什么叫缩为呢 因为他这个心腹 他不是一个绝对的心腹 这个里面有很多不行的东西 心腹当中也有 掺杀了很多不幸腹的东西 即使是心腹 一个纯粹的心腹 那也是很短很短很短暂的 所以佛觉得 释迦牟尼佛觉得 这个用心腹两个字 来形容这些东西 是不太恰当的 用痛苦这个字来形容的话 第一个 是比较符合它的本质 第二个 我们可以警告 警告所有的人 轮回 不要太理想华 对轮回的这种起亡 不能顾告 我们不要太乐观 不要太悲观 正是 正是神明 正是实践 这是佛陀的坚解 这叫做 时间的正坚 正确的坚解 但是有些时候 因为我们自己的 学习的程度不苟 我们学习的程度不苟 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 这个佛降的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进一步去慢慢思考 一定会 大家一定会 可以人同的 空心也不例外 那我们刚刚讲的 这是因为 我们比如说 现在 摄取一个东西 跟三年五年以后 摄取这个东西 实际上这个东西的 本质上降 从它本质 自身的价值上降 是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 这是对我的 对我带来的痛苦 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非常执着它 两年三年以后 不执着它 我不执着它的时候 它没有了 这个时候 有可能 没有任何的这种 痛苦 也许有痛苦 但是就是只有一点点的痛苦 这个是我们经常 看得见的 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东西 这就是充分的说明 充分的说明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痛苦 来自于什么 我们认为来自于外界 其实不是来自于外界 而是来自于 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 内心当中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内心 抓住一个东西 不防的时候 不防 不放下 但是因为客观的因素 让我们强制性的放下 不允许拥有这两个 客观和我们的主观 就发生冲突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 产生很多的痛苦 然后释迦牟尼佛讲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打开心胸 要了解人生 要了解生命的真相 去接受它 你接受了以后 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 你必须要知道 它本身就 比如说轮回痛苦 或者是忍的 比如说亲戚朋友 父母这样子的离别 但之前就是训练 我就训练好 一切都是无常的 所以我最喜欢的 最爱的父母 亲戚朋友 或者家里其他人 总有一天 一定会失去 那么失去的时候 这是可观上的一个 这样子的自然的规律 这个是任何人都 没有办法改变它 那这个时候我要相通 相通 那怎么样的情况 这个前提是什么 在这个之前 我要训练 训练了以后 然后我到时候 真的这个东西 失去的时候 我也能够相通 但是我可以 跟圣层次的角度 去专辩这一切 这些表面上的东西 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我再痛苦 也是没有用的 我要顺其自然 但是这个 是不是这一位置 我们什么也不做 该发生什么 就什么发生 该发生什么 就发生什么 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 用一个长远的角度 用一个更胜策的角度 去我们去改变 整个的这些一切 这一切 这些表面的东西 它自己有一个 自然的规律 这个我们再痛苦 也是没有用的 我要相得通 要接受 但是我同时 我就去一个 更深层次的角度 去把它整个专辩了 整个怎么样 整个专辩呢 那就是我们去 真无空心 真无空心 把我所有的 自己的一切执着 打破了以后 然后我们不会有 我们不会有这些 因为这个小癌 这个导致的这些痛苦 或者是一些 自私自离 带来的这些痛苦 都不会有的 都不会有的 但是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人不是变成 没有 没有情感的 就像变成一个武之 一个砖头 木头 不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还有 更好的 同情心 关癌 这叫做菩提心 这个我会有的 但是痛苦是可以没有的 这是最深层次的 去把它整个专辩 这个是佛陀给我们的 一种方法 其实这是一种 佛陀的人生治理 我们以佛陀的智慧 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的生活的品质 生活的质量 然后就是生活的意义 都一定会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 所以这时候 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智慧 那这个智慧 最后这叫做空心 那我们现在 简单地说一下 什么叫做空心 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一切都是 对我们来说这么的真实 我们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我们的初觉 感觉到的 这一切 对我们来说 这么真实的东西 一个这么真实的东西 我们怎么能够叙述 这些都不存在呢 这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并没有说 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东西 肯定是看得到了 如果说佛陀说 我们眼睛看不到东西 那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明明看得见 然后释迦牟尼佛 不会告诉我们 你们的耳朵 听不见声音 那什么叫做空心呢 佛告诉我们 我们的眼睛 是可以看东西的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物质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假的 就是这个意思 是假的 虚幻的 虚幻的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 但是这东西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 它不是真实的 实际上和先想 这两个要分开 这两个分开 分开了以后 然后这两个叫做 在佛教里面 这叫做生以地 和世俗地 世俗地是什么意思呢 世俗地 是我们的言 而彼此 神 还有意识 我们的感官的结论 我们的感官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这个结果 叫做 世俗 后面有一个弟子 这个弟子是 真实的意思 真实的意思 一个真确的 真实的意思 这就是说 在我们的 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 世俗 这两个字的后面 加一个字 第一 就是世俗地 意思就是说 虽然它的本质是虚幻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 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是一个 对我们来说 它显得 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做梦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梦里面看见的一切 都是我们可以 新过来的时候 可以否定 但是正在做梦的时候 这梦里面的一切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 跟我们的现实生活 是完全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做梦 继续做梦 一辈子都不新过来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分 这个现实生活 跟这个梦 没有办法区分的 它真实 它真实到这种地步了 它已经真实到 一个这样子的地步了 但是我们新过来了以后 可以否定 它的存在 我虽然在做梦的时候 梦里我发财了 我一样的很高兴 梦里面我发生了什么意外 我一样的很痛苦 都是完全是 在现实生活当中 完全是一样 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几个小时以后 可以否定 现实生活 我们真误的时候 成佛的时候 我们可以否定 或者是我们真误了 菩萨的第一底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否定 或者是我们真误了大约曼的初步的真误 或者是禅宗的民心健心 我们达到了民心健心 或者是这个净土总的 以臣不燃 达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 我们也基本上 基本上可以否定它的存在 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还是一个 半岁半信的状态当中 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完全熟醒 就是佛 佛就是在这个人生的场蒙 轮回的场蒙当中 它完全熟醒了 所以它是可以全面的可以否定 那我们的初步的真误 大约曼的禅宗的民心健心 大约曼的真误 这些都是还处于 半岁半信的状态当中 所以它也可以 基本上可以否定它的真实性 我们现在真是做梦 连半岁半信都没有 根本就是没有行 半岁半信都不是 我们现在只是沉睡 正在做梦 这个时候 这轮回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 任何人说这个不存在 都没有用 对我们来说 这是存在的 但是任何一个东西 它有两个两面 一个是它的真实的现象 一个是它的现象 罗鼠 哲学家罗鼠 它有一个论点 非常有意思 这个题目叫做现象与实在 就是说一张桌子 它有它的现象的一面 然后它有它的正式的存在的一面 然后我们简单地说 比如说一张桌子 它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是一张桌子 一个比较长远性的一个物体 这是它的现象 然后它的正式是什么呢 这里没有一个这么长远性的东西 这里就是有一大堆的圆子 有一大堆的圆子 这里没有长方形的东西 这是它的真实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的现象 现象与它的真实 这两个人和一个物体 都有这样子的 都有这样子的这种两面 那我们今天从宏观的角度来说 我们的宇宙也有它的真实 和它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从地球上看 这个宇宙 宇宙银河心的这个银河比 这个圆圈叫做银河比 从我们的地球上看 它是一片白色的 就像星云一样 一片白色的 从我们的肉眼看 这是它的银河比的现象 如果我们坐宇宙飞船 靠近看的话 这里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一片白色的 全都是星星 每一个都是不同的个体 这里没有一片白色的东西 都是小小的星星 这是它的存在的一面 但是我们的肉眼 就因为这么长的距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识别 所以这个光 到了我们的眼睛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片白光 一片白光 实际上它不是一片白光 这是银河比的实在和现象 实在和现象 实在和现象 然后我们就大到银河 然后笑到我们自己的身体 也是一样 我们的身体也有这两个 一个现象 现象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人的身体 有头有手有脚 一个这样子的人的形象 人体 然后它的真正的 真实的东西是什么 真实的东西 我们刚刚讲的一样 就是这么一大堆的原子 然后再下去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例子 基本的例子 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人 头在那里脚在那里 根本没有 这些都是现象 实际上就是一大堆的原子 分子 没有这些东西 这个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的 但是我们会想 这些都是人的身体 肉体 肉体我们大家都知道 死了以后 它不会带走的 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会投身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么我是什么呢 那肯定就不是这个肉体的话 那就是精神 那就应该是精神 除了肉体和精神 两个以外 还有一个肉体和精神的运动 这三个东西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人 人是肉体 精神 肉体和精神的活动或者运动 这三个东西叫做人 这三个以外没有人 那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身体是我的话 我们说这个身体就会 最后就还是会变成 毁成 它就会融入在这大敌 但是我不是到此为止 我还要会轮回 我们会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的我 那是应该是什么呢 那就是应该是精神和精神的活动 因为肉体不存在了 那么肉体不存在 肉体的活动也就不存在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业护经费 带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生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慈悲至业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报恩孝亲起见梁皇宝燦法会及三世信念法会 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梁皇宝燦法会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及法务指导 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8月27日星期六 三十信念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慧态法师 慧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宜兰大杯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7月共修法会 日期7月9日 7月16日 7月23日 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开始 恭送不动如来品经文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 即点灯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联络电话 06271 6616 06271 6616 或 06271 6612 06271 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募佛恩 加入分会赖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法会后 皆会回向 水牛 乳牛 台湾牛 澳洲牛 赤牛 中华护生协会家里护生牛园里 目前有40多头的牛牛们 并依牛的品种分别安置在不同的牛棚里 今天发现到有小生物走动 原来是大牛被救进园区时 就怀孕了生了牛宝宝 为家里护生园区增添了一只 黄色小可爱的小牛宝宝 在园区里对于户命的照顾 工作人员都是非常细心的照料 一点也不马虎 将出生脚比较没有力 会打滑 所以就先用干草 铺在下面 牛牛通常都会找母牛喝奶 对 我们也有帮她备一些水 饮用水 这样子 小黄牛有缘诞生于护生园区内 免于被宰杀的命运 又有师兄师姐的照顾 一定可以安全健康的长大 在园区内的赵宽师兄 对牛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每天照顾牛牛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般 用对待自己小孩的口吻 关心他们进食和他们说话 听 是不是很亲切 要ging 知识 不是 吃饭饭 吃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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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棒哦 好棒棒 好乖乖乖哦 好乖乖乖 牛牛们嘴巴动不停地在咬着咬着吃着新鲜牧草 看他们进食是不是就很疗愈 家里护身园区一天的牧草量其实很惊人 一天就要两顿半的新鲜牧草 等于一辆卡车这么大 而且一早要抢着八点左右就要抵达园区 不然牛牛就要等着饿肚子了 我们园区现在都维持差不多一天两顿半 那差不多都在八点以后就送到 为了解决牛牛们每天吃的问题 杨老板很发心若遇到下雨天 只要能下田就务必把新鲜牧草采收起来 让牛儿们不会饿肚子 如果雨不大我们都可以 如果可以下去采收机器OK的话 我们都尽量采收起来 让我们的牛儿天天都有新鲜的牧草可以吃 家里护身园区里的维护 在老旧以及有限的经费之下 可以自己动手做的就自行维修开源节流 园区里的每一只牛都是在善心人事的一念善心 于刀口下抢救回来的 让他们免于受到生命的威胁 可以和人一样安养天年 而每一只牛每天大约需要五十公斤的牧草量 一个月的新鲜牧草 百牧打草 以及让牛牛补充矿物质的盐砖 加上园区维护其他开销费用等所需盛据 为能让牛牛们可以安心无虑的生活 沉腰十方大众一起来不耻不生 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台南家里采访报道 跳火圈的老虎 亚瑟是一只三岁的年轻老虎 它聪明伶俐 到马戏团只有半年多 就学会了高台跳跃 走敲敲板 非常的受到观众的欢迎 比尔 亚瑟真是太聪明了 不管什么表演 他一学就会 是啊 所以我想让他学习表演跳火圈 啊 这个会不会太难了点 要知道 野兽天生都怕火 想要让老虎从火圈中跳过去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据说十只老虎里 最多也只有一只能胜任这个表演 没错 所以这个表演才会非常受欢迎 要知道很多有名的马戏团都有这个节目 如果亚瑟也能表演跳火圈的话 那一定会大大提高我们的售票率的 好吧 就让亚瑟试试吧 或许他真的能成为我们马戏团的大明星呢 训练动物一般都采用食物引诱法 在饥饿的催鼻下 动物会变得十分听话 为了训练这只老虎 训练员把他关在笼子里 饿了整整一天 老板 亚瑟已经饿了一天了 如果他想吃到自己最喜欢的食物 那就只能克服对火的恐惧 从这里跳过去 看完 亚瑟那么聪明 他一定能办到的 会不会跳火圈和聪明没什么关系 这是要靠胆量的 老虎难道还有胆小的吗 当然有啊 就像我们有的人会有聚高症 老虎也不是每只都胆大包天 如果亚瑟会怕火的话 那他就永远无法完成这个节目 不管怎么样 试试看就知道了 嗯 好的 亚瑟 是不是饿扁了 赶快去吃吧 多美味的食物啊 快去吃吧 亚瑟 跳过去 从那里跳过去你就能吃到食物了 快跳过去啊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去受原类的筋疲力尽 可是老虎亚瑟 却仍不敢跳过燃烧的火圈 凯文 怎么样了 亚瑟还是不敢跳嘛 唉 别提了 那块食物放了整整一天都变值了 但是这个家伙 宁可饿地趴在地上 也不敢从火圈中钻过去 怎么会这样呢 又没有其他方法呢 我看是没希望了 亚瑟他看到了火 就像是见了鬼似的 我想他是没办法克服对火的恐惧 这个节目看来是难产了 难道就这样放弃了 比尔 要不我们把动物园的马西请来帮帮忙 或许会起点作用 对哦 我怎么没想到 亚瑟是马西一手养大的 他俩的感情非常好 或许马西和我配合训练的话 亚瑟真的有可能完成这个表演 是啊 很多训兽师和饲养员一起训练动物 都达到非常好的训练效果 所以我才有这个想法 嗯 那我马上去把马西找来 然而马西已经不在私人动物园工作了 马西团老板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到他 当老虎亚瑟一见到马西 立刻亲热的不得了 乖的就像一只大猫 亚瑟好久不见你长这么大了 已经变成年轻小伙子了 这真像一对母子啊 是啊 真没想到他俩的感情这么深 看样子亚瑟应该能够跳过火圈了吧 让我们来试试吧 亚瑟过来啊 到我这里来 亚瑟我的宝贝 为了我你就跳一次嘛 哎 看来他是真的没法表演这个节目了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等等 我想到个方法 也许能让亚瑟跳过火圈 哦 什么方法 我哭的话 说不定他会跳过火圈到我身边来 啊 为什么呢 这事还得从我在动物园工作时说起 我的丈夫好赌 又是个酒鬼 他经常喝醉了以后来找我要钱去赌博 快把钱给我 我哪里还有钱啊 你又喝酒了 又要去赌博 钱都被你花光了 我的事不要你管 给我钱就好 我没钱 即使有钱也不会给你 哼 你这个女人讨打 欠揍 快给我钱 要不然我打死你 家里的钱都被你赌光了 你就算打死我也没有钱 那我今天就打死你好了 这老虎疯了 危险 还是快跑得好 为了保护我 亚瑟他撞得浑身是伤 我真没想到 他竟然会这样不顾一切的 撞击着铁笼 哪怕自己已经被铁丝割得伤痕累累 这么说你哭的话 亚瑟也许会不顾一切的跳过火圈 嗯 我才有可能吧 好 那就试试看再说吧 马西的哭声也紧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亚瑟原本是懒洋洋的 侧身躺在通道的另一头 可当他听到哭声后 便快速地翻身起来 然后瞪着一双大眼睛 朝马西那里看去 哇 他真的跳过去了 太棒了 我们就这样训练他 亚瑟会成为我们马戏团 最优秀的动物明星的 只要一听到马西的哭声 老虎亚瑟便会勇敢地跳过火圈 因此马戏团老板决定在舞台上搭建一个屏风 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 让马西躲在屏风后面哭 我决定今天正是由马戏和老虎配合表演跳火圈 哎 不过马戏团的成本又要增加了 不就是找个人哭吗 干嘛非得花钱让他来哭 马戏团内人多着呢 随便找个人来哭不就得了 对呀 我们有那么多女演员 让他们来哭就行了 这样还能省下一个人的薪水呢 这样行得通吗 怎么会行不通 不过是哭起声嘛 谁哭不是哭啊 找几个人来试一下 只要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那就让马戏走 我们也不必花那冤枉钱了 就这样 马戏团老板找来了几个女演员 然后让他们躲在屏风后面 呜呜地哭了起来 大声哭 再哭大声一点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真的只有马戏的哭声 才对它有作用 我们老虎听得出来 他们都是假哭 所以才会没有反应 有可能 你们不要假哭 要真哭 哭出感情来 想想你们遇过的伤心事 对 就是这样 哭出感情来 女演员们哭得T四纵横 七七惨惨 可是雅瑟却仍无动于衷 她躺在地上伸了个懒腰 竟然打起了瞌睡来 停止了 不用哭了 看来你们的哭声 无法让她跳过火圈 算了 还是让马戏来试试吧 我这就去把她请来 好吧 看来只有马戏的哭声 才能让她跳过火圈 从今天开始 马戏就是我们团里正式的一员了 就这样 马戏成为了马戏团里领薪水的正式员工 虽然她的工作只是哭几声 但比起老虎跳火圈这个表演节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马戏团还是很划算的 而且听到哭声就会跳火圈的老虎 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对于马戏团老虎的这一独特行为 我们来采访一下资深的动物行为学家 杰克森博士 对于动物来讲 一旦形成某种行为模式和行为特征 终其一生都不会改变 马戏曾经伤心的哭声 已深深镌刻在老虎的脑子里 并在其大脑披层中 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病造的敏感点 一旦触动这个敏感点 她的行为机制就会产生连锁反应 然而马戏对于这件事情 却有她自己不同的想法 亚瑟她是只体贴人心的老虎 她知道我孤身一人生活辛苦 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报答我对她的照顾之情 要知道自从离开动物园后 我就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不过多亏了我有一个老虎儿子 现在我的生活过得好多了 谢谢你 亚瑟 亚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